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一起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应该有不少人 把握好天气出门踏青 或是年前大扫除 但接下来就要变天了 今明这两天的天气状况 会非常明显的变化 今天白天封面接近 上半天各地晴朗 下半天开始天气转为不稳定 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正雨 西半部的云量也增多 到了现在晚间到深夜 封面尾端逐渐抵达 北台湾 明天强冷空气紧接着南下 北部东半部有雨 气温骤降而且越晚越冷 好来看到降雨的趋势 今天入夜后开始变天 明天在逼近强烈大陆冷气团 带着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新竹以北到东半部 还有恒春半岛一带 都将是阴天有短暂正雨的天气 周一开始雨区会转为 迎封面的地形雨为主 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 而周四开始冷空气 有稍微的减弱 但是状况还是不明显 而新竹以南则是晴朗的稳定 好看到温度方面变化也是很大 以北部来说 今天高温来到28度 不过深夜封面略过后 紧接着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高温只剩下16度左右 而周一周二的是最冷的时候 低温下烫到12度 甚至在空旷地区 可能感受上只有8度 要等到周三白天开始冷 空气减弱 温度才会略微的回升 好来看到中南部天气 相对是比较好 中部白天高温可以维持到 18 20度左右 但是早晚容易会受明显的 辐射冷却作用影响 低温也都有机会降到12 13度 局部空旷地区也有近10度的 低温机会 好未来一周天气状况 总结来说呢 今天深夜开始变天 周二的降温幅度会非常的大 越玩越冷 下周一下周二 也是这波降温最冷的时候 北部整天温度在12 13度 但这波大致以干冷为主 中南部栓也明显的转冷 不过还是有阳光露脸的机会 周四会有一波短暂的回温 但是预报显示 小年夜北方还是会陆续 有冷空气南下 凉冷的天气形态 会持续到春节的前夕 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来到是温度 16到18度 再看到中部地区 高温还有20到23度 低温17到19度 往南部走可以看到 像屏东可以来到27度 但是日夜温差是比较明显的 东部地区温度17到23度 外岛地区温度10到18度 马祖地区流液降雨的情况 是比较明显 最后有两件事情 小丁您要提醒大家了 今天深夜开始明显的变天 北部地区的民众降温是比较明显的 要注意保暖 那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也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未出既得 细带雨具了 以上这节中视气象 我是杨宗燕 广告回来持续锁定 中视新闻 石屏内